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武则天,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历史人物,他统治时期的政治黑暗令人胆战心惊。 在这个时期,酷利肆意横行,无数无辜之人被冤枉入狱,被拷打折磨,甚至被整死。 而其中一位几乎遭受其残暴手段的,就是后来成为名侦探的敌人杰。 敌人杰,他一生才华横溢,却在年幼时差点被武则天时期的酷利所害。 若不是一名年仅八岁的孩童,他可能会因被冤枉入狱而丧命于酷利之手。 这个曾经的惊险遭遇,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? 那酷利又是多么的可怕呢? 武则天登基后,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。 作为一个女性皇帝,他必须时刻警惕潜在的敌人,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被动摇。 于是,他开始利用一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,其中就包括任用一些被称为酷利的特殊官员。 这些人往往手段很辣,不择手段,成为武则天维护统治的利器。 然而,这些酷利的所作所为,也引发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。 他们的残暴行为,不仅损害了百姓的利益,也严重损害了武则天的形象。 作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,武则天最终意识到,单纯依赖暴力手段是难以长久的,他必须寻求新的统治之道。 在武则天的统治时期,有一个名叫周星的库里,他的心计深沉,手段残忍,被他陷害的人数以千计。 自从武则天集团命定大周之后,周星便上书请求除掉李家宗正的籍贯,可见他的凶狠刻读程度。 周星之所以如此残暴,主要源于他的个人野心和报复心理。 作为一个出身危寒的平民,他一直渴望通过自己的手段来获得权利和地位。 在高宗朝时,他曾被取消了任用的机会,这让他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怨恨。 后来,当他发迹入朝时,他便寻机报复当年的冤屈。 周星的手段之狠毒,可以从他对待魏玄彤和黑齿长枝的案例中看出。 他利用诬告的手段,将这两位忠臣陷害致死,无疑是在践踏法律,满足自己的私欲。 这种行为,不仅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公愤,也严重损害了武则天的统治形象。 随着时间推移,朝野震怒,武则天不得不采取行动,先是处死库利丘神记,随后又审理周星的案件。 御使来俊臣被委以重任,他给周星上演了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。 来俊臣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意妄为,主要得益于武则天的信任。 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库利,他曾经为武则天出过不少力,因此,女皇并不愿意轻易处置他。 但是,随着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,武则天也不得不采取行动,以平息民愤。 在审理周星案件的过程中,来俊臣表现出了极其狡猾的手段。 他巧妙地利用武则天的宽恕政策,让周星免于死罪,只被流放。 但是,周星刚到半路,就被仇家拦路杀死,遭了报应。 武则天随后又杀死了索元李等库利,以平民愤。 这一系列的行动,表明武则天已经开始意识到,单纯依赖库利是难以维系统治的。 他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赢得民心,而不是继续依赖暴力手段。 尽管如此,武则天并未立即铲除莱俊臣,反而先限制了他的权力。 但莱俊臣根本不知收敛,他的誓杀之心愈演愈烈。 莱俊臣之所以如此猖狂,主要源于他对武则天的错误判断。 他认为女皇已经老迈,心智开始变得慈善,因此自己仍然可以肆意妄为。 但是,他显然低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。 来俊臣的残暴行为,不仅损害了百姓的利益,也严重损害了武则天的统治形象。 他将张前旭、玄红四等人杀害,无恶不作,令人发指。 甚至为了石膏自己的身份,他还抢娶了太原王庆喜的女儿,引起当时人们的耻笑。 这种行为,无疑是在挑战武则天的权威。 作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,他必须采取行动来遏制莱俊臣的猖狂行为,否则必将引发更大的民众不满。 因此,他开始限制莱俊臣的权力,并寻求新的统治之道。 莱俊臣的恶行不禁而走,终于传到了武则天的耳中。 长寿元年,他又诬陷宰相狄仁杰等七大臣谋反,亲自审问。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成功揭发来俊臣的伪造罪状,主要得益于他的聪明智慧。 作为一个资深大臣,他深知来俊臣的手段,因此很快看穿了他的诡计。 他故意招任谋反,却暗中写下博书,将来俊臣的罪行一一揭发。 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他发现了博书的内容,立即呈递给武则天。 这一举动,无疑是在为父亲争取公道,也为武则天提供了宝贵的信息。 武则天在查问此事时,表现出了明智的判断力。 他没有轻易相信莱俊臣的诽谤,反而仔细核实了事实真相。 当狄仁杰的儿子也前来告发时,他终于明白了真相,免除了七大臣的死罪。 这一事件,不仅展现了狄仁杰的智慧,也反映了武则天政治判断力的提升。 他开始摆脱对库利的过度依赖,转而注重民意。 这无疑是他统治智慧的一次重大突破。 此后,武则天对库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。 他不再听信莱俊臣的诽谤,反而开始限制他的权力。 武则天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转变,主要源于他对民意的重视。 作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,他深知,单纯依赖暴力手段是难以长久的。 相反,他必须寻求赢得明显的新方式,才能确保自己的统治基础不被动摇。 在这一过程中,一些大臣的建议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他们上书建议减少刑罚,崇尚宽恕,这些建议深深打动了武则天。 他意识到,过度依赖库利的做法已经不符合时代需求,必须寻求新的统治之道。 此外,一些具体事件也促使武则天改变了对库利的态度。 当有人告发李旦谋反时,武则天另来俊臣审问,结果一月宫魏正清白,镜子刺歌赋,这让女皇十分震惊,他随即免除了李旦的罪名。 在后来,当有人告发岭南流人谋反时,武则天虽先任命万国郡查办,但见其杀戮过火,便下诏允许流人返乡。 这些行动,都表明武则天已经开始注重民心,摆脱了对库利的过度依赖。 来俊臣对武则天的转变十分不满,他认为女皇已经老迈,心智开始变得慈善。 他屡次上奏,要求处死七大臣,但武则天坚决不允。 来俊臣之所以会如此执着于杀戮,主要源于他对自身地位的担忧。 作为一个库利,他一直依赖暴力手段来维系自己的权利。 但是,随着武则天的政策转变,他的地位开始受到动摇。 因此,他不得不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。 然而,武则天显然已经看透了莱俊臣的本质。 他明白,只有彻底铲除这些库利才能真正赢得民心,确保自己的统治基础不被动摇。 因此,他最终下令将莱俊臣斩于揭示。 莱俊臣被杀的消息一传开,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宽。 这说明,武则天的这一决策得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。 人们争相割取莱俊臣的肉体,发泄多年的仇恨。 这无疑是对武则天的一种认可和支持。 从此,库利政治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彻底结束。 女皇意识到,只有顺应民心,赢得人心,才能长治久安。 这一决策,无疑是他政治智慧的一次重大提升。 通过这一段库利的命运轨迹,我们可以看到,武则天是如何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。 又是如何在民心动摇时抛弃了这些曾经的亲信。 他的政策转变,折射出他政治智慧的提升,从单纯依赖暴力手段,到后期注重争取民心的转变。 这一切,都昭示着一个事实,任何统治者,都不能永远依赖暴力,维系其权威。 相反,唯有顺应民心,赢得人心,才能长治久安。 武则天最终铲除库利,正是他在这方面的一次重大决策。 他的这一转变,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,也反映了他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洞察。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,只有不断适应,才能确保统治的长久稳定。 武则天的这一决策,无意为后世的统治者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榜样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